那這裡腹癌最害怕就是 濫用荷爾蒙 那在這裡講 在座很多女性的我們的來賓 那我想問一下各位一些問題 如果今天你月經庭 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問題 更年期 大家都會想懷孕 沒有人會願意認為 我承認是更年期 對 大家都想都很害怕 所以一般女生 即使46歲來看門診 你跟她講更年期 你看她那個臉就非常的醜陋 真的嗎 你跟她講說 我幫你練更孕 她就開始有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會有一些人 她其實只是不願意接受 那她也知道更年期 要吃一些荷蒙的用藥 相對來講 她就可能會去濫用這種東西 那像我離床上曾經有一個病人 她非常典型 她一來她大概40幾歲 她就是去骨科看了 我全身痠痛 骨科光什麼都做了沒事 那精神也不好 去精神科也去看過了 又失眠 去身心科也看過 通通問題都查不到 她就全身都不對勁 那我就說 她就來了婦產科 那我說那在抽血的同時 你要不要先試試看更年期的用藥 吃吃看 那我們就開一個月給她吃 一個月後她再回來了 回來之後說 哇 你這個真的是神藥 我吃了之後 所有的酸濃通通都好 比如說那你不用看報告 就一定是了 對 所以她就長期在服用 所以更年期的用藥 適當的用藥 它對於一個更年期的女生 它是有很好的效果 那倒過來講 會有一些人 他會覺得說 像我們現在有些保養品 或者有一些網路在賣的 一擦了會美白 甚至皮膚會緊實 其實荷爾蒙的東西 磁性素的東西 它會讓我們的皮膚變得比較白 比較亮麗 所以她就擦 越擦越好 就越擦越開心 那門診之前有一個病人 她就這樣 她用外用的擦 結果擦一擦之後 她的月經都是一個月一個月來 但是已經接近尾聲了 突然之間月經來報多 她就說為什麼月經多 她來看的是看婦產 可能排個超音波一照 一照子宮內膜變得很厚 對 那我就比照 她之前的超音波的結果 之前就還好 為什麼這麼厚 我就問一問她才講出 我有在擦這些藥 或吃這些藥 我說你先不要吃 先停藥看看 對 所以我後來 兩三個月後就慢慢 月經又沒了 然後再照超音波 內膜就不厚了 所以就很明顯 它是一個外由 由皮膚吸收 進入血液跑到子宮造成 如果一直變後 會產生什麼病變 就有可能 子宮內膜還會發生 是喔 對 那也有可能會刺激 吃因素 那懷孕不是也會變後嗎 對 那個是懷孕 可是會可以驗孕 我們可以驗孕驗一下 所以兩種不一樣 截然不同 對 那其實婦科 問題最怕的就是這種 高熱量油脂的食物 那我們知道 其實在目前的這些食物 比較稀化了之後 很多都是非常高熱量 那我們的荷爾蒙 其實會累積在油脂 跟皮下脂肪的部分 所以在吃這種榨類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就是要避免 所謂雞皮啊 或是皮下 皮的部分要受吃 雞皮很好吃 雞皮怎麼可能 雞皮是大雞不香 榨汁都是吃 榨汁主要是精華在雞皮 雞皮 對 雞皮 但是我們這個女性激素 就會累積在裡面 有些生長激素也 那我有一次就是在診間 就看到有一位病人 八歲的小女生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這邊不是小兒科 我副產科 為什麼八歲的小女生來看 那媽媽帶她進來說 八歲她就來出驚了這樣子 太早了 就突然出血 對 就是太早 真的太早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這樣子 那因為小女生 我們也沒有辦法做內診 所以就是請她 我看一下外面 真的是看起來好像紅紅的 那又沒有外傷這樣子 那於是就幫病人 稍微看一下這樣 那小女生胖胖的 那雖然是八歲 已經滿高的這樣子 那看起來 稍微有一些胸部 那就問她說 那你的飲食狀況怎麼樣 原來那個小女生媽媽 就是有在工作 那是單親這樣子 所以自己照顧小女生 每一次下班的時候 那小女生放學 她就去接小朋友 然後每天都是買那個榨類 榨汁塊給她吃 幾乎每天都吃 從幼稚園 大班過後到小學 就是幾乎每天吃這樣 就吃到後來 就是變成有出血這樣子 我就跟她講說 這樣子飲食也不正常 而且高油脂的這些食物 讓這個小女生 就是體重有點過重了 那如果這樣子 不趕快停止的話 對她的一個生長發育 也會有影響 所以跟她講 就是要多運動 然後多吃這種 高纖維的食品 少吃油炸類 結果停了之後 竟然真的就這個 那後來就變得 很正常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 其實子宮內膜癌的風險 剛剛有講到 就是子宮內膜增生 是一個癌前的一個狀況 那這種狀況 跟我們的荷爾蒙的刺激 有關之外 都會影響到這樣子的情形 那另外肥胖 跟糖藥病的病人 也會有比較高的風險產生 所以就是在高油脂的食物的部分 就是要非常的注意 我其實講到這個 其實子宮內膜癌跟乳癌 某種程度很相通 所以現在子宮內膜癌 增加很多 乳癌也增加很多 而且這個乳癌裡面的 所謂的管腔型A的 和這個子宮內膜癌裡面的 一個叫做荷爾蒙依賴性的 是完全雷同 所以剛才講的油炸的 高脂肪的 熱食的 塑膠食的 真的就要拜託拜託 來重新思考 其實大腸癌最怕的 除了抽菸是一個重要因子以外 再來就是所謂的 過油跟高糖分的飲食 我先用一個例子 就是70歲的一個伯伯 那它是最近就是 排便習慣改變 然後就是 大便也感覺有前學反應 結果一檢查大腔境 就發現是大腸癌 那手術當然就做了這些手術 那重點是問他的飲食習慣 他從年輕 從小到大 他每一餐 一定要有肥肉 他可以吃五花肉 他可以吃全肥的肉 他就是不能吃瘦肉 所以他每餐他一定要有肥肉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其實心血管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他就是沒有這樣就不行 然後這個東西 為什麼有人會 還是會覺得有點疑惑 就是說為什麼過度的脂肪 會容易造成這一種 就是說大腸癌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般比如說 如果你的人的脂肪代謝是靠你的膽子 膽脹分泌的膽子 假如說你這個人一天只能消化代謝100克的脂肪 你的膽子的量只能消化100克的脂肪 結果你給他吃了300克的脂肪進肚子 你是不是會有200克會吸 根本沒辦法好好去代謝對不對 沒辦法代謝之後他跑到腸道 他就會產生很多自由基 那自由基當然有好有壞 可是有蠻多脂肪相應沒有代謝產生的自由基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提到高糖分現在為什麼沒有提 因為其實在這兩三年來 營養學有大幅度的一個改變 結果後來他們有做動物實驗就是說 當你餵一群老鼠是高糖分的東西 跟一群是沒有的時候 你餵那一群高糖分的老鼠 它的內臟的一些細胞老化得比較快 那因為老化快的時候 其實老化某一種程度就是容易引發癌變 所以現在也發現很多癌症 跟過度高糖分的東西會有關 所以反過來講 如果你是大腸癌開完 而且你有糖尿病 你血糖沒有好好控制 其實我有兩三個案例 因為糖尿病沒控制好 大腸癌又再發 對 所以高油跟高糖分這個要小心 我之前就是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剛出社會嘛 然後就是上班 然後突然有一天大便的時候就發現 大便就是有血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那個量還滿多的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很緊張 就有點嚇到 而且那幾年就是離癌的人 慢慢比例都一直在增加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這麼年輕就得大 會不會就得大腸癌 反正就檢查 然後檢查的時候那男醫生就說 我還要幫你內診 我說內診肛門嗎 他說那不然要內診哪裡 然後他還戴那種手術的那種手套 拼拼然後塗凡事業 他說小姐我要幫你 檢查看裡面有沒有什麼 不好的東西什麼的 然後他檢查完之後 他就笑了一下 我說醫生 我是大腸癌 然後他說小姐 你只是長 然後我說 我說我年輕女生我也會長出床 因為我一直以為 痔瘡是老人家或是中年大叔 才會長 我想說二十幾歲的女生怎麼會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上班都一直坐著 然後沒有起來走動 血液循環不好 上廁所上太久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可能就是都會熬夜加班 然後他說那我開藥回去給你 然後你之後再自己多注意一下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 那天被內診 剛剛我們有一點害羞 但是至少不是大腸癌 對 就覺得OK 可以接受 對 好可怕 我今天要提的是那個胰臟癌 其實胰臟癌跟剛剛幾位前輩講的一樣 就是跟高幼脂食物有關 那像我們這個胰臟癌 它就是怕吃那個太多飽和酸的食物 尤其是像一些 而且紅肉 煙燻加工大家知道就香腸 其實培根 這些都是好吃的東西 大家也都喜歡吃 那我們講胰臟癌 胰臟癌它的成因 大概有三成是跟抽菸有關 遺傳的占10%左右 另外20%是跟食物有關 為什麼我對胰臟癌的印象 是總覺得酒喝很多 不過大致上因為喝酒 長期喝酒會造成慢性的胰臟發炎 慢性的胰臟發炎 也常常會導致胰臟癌 所以它間接的 還是可能造成胰臟癌的發生 所以淹是最大的差 淹是最大的 那像這些胰臟癌的時候 我們剛才提到說 如果你家族裡面 是有胰臟癌的話 你得到胰臟癌機率特別高 像我有一個病患 他是50歲的中年男性 他來找我就診的時候 就是他一來就是非常 抽雲產物 就是他就是很焦慮 他就跟我說 他怕自己得胰臟癌 有時候坐下來 就直接說我怕自己得胰臟癌 我在想他大概就是 受什麼電視的影響 所以看電視就開始覺得 說自己生病 他說他的爸爸是胰臟癌 我說你爸爸幾歲 他說他已經往生了 大概是70幾歲 快80歲就那時候得胰臟癌 我說那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爸爸是不是有抽菸 他說是 他爸爸是個老菸槍 然後是他長期抽菸 我說對啊 抽菸就可能造成胰臟癌 你又不一定是 你有抽菸嗎 他說他沒有 我說他沒有 你就不用那麼擔心 自己嚇自己 他說不是這樣講 是我 他最近也是因為 胰臟癌死掉 姐姐 他姐姐大概50多歲 比他大一點點 他當然會怕 他也是胰臟癌 我說他現在他姐姐 我想說他姐姐問起來 就是真的沒抽菸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這樣的確 你是應該怕的 因為像胰臟癌 是真的有點家族史 我們一般說 如果家裡面 三代裡面有兩個人 有胰臟癌的話 他得到胰臟癌機率 會鬥到六倍 如果你家裡面 有三個人有胰臟癌的話 你得到胰臟癌機率 有得到三十幾倍 對 所以這個跟家族的確有點關係 我覺得他的確應該害怕 然後我就跟他想說 那你還是想想看 會不會是你們 你的爸爸跟你的姐姐 在飲食上有沒有一些共通性 那他想一想說 有 他想到一個就是說 他們很喜歡喝一些 就飲料都喜歡喝特調 他爸爸小時候買東西 買零食或甜食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喜歡味道特別濃 然後重口味的東西 對 我就想說那這樣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討論 一個家族裡面是不是有遺傳性 有時候一直想吃基因 有時候可能是 也許是爸爸自己喜歡這樣吃 然後那整個家族的口味類似 就會一樣的致癌原因 那我就建議他 我就說那你就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 就盡量是 避免掉那些所謂的加工的食物 所以我就這樣建議他 後來他檢查起來是正常 但是他還是很擔心 後來我們還是建議他定期的追蹤 我想是應該有需要的 所以因為這樣最近也是聽到 這個有一個時尚界的名人 是叫老 老老 老老 對 他也是叫 胰臟腺癌 那我們一般胰臟腺癌 是指出胰臟的腺管 從管腺中長出來的癌症 大概占整個胰臟癌的85% 所以有時候我們簡單講 就是說胰臟癌大概就是指的是 胰臟腺癌 那像這個胰臟腺癌 就是跟我們剛才提到的抽菸有關 像肥胖 糖尿病 也都是 所以的確就是說 如果常常吃甜食變得比較胖 也是會增加胰臟腺癌發生的機率 其實瓜哥今天把我們六個 有 大腸癌的 有胰臟癌的 有子宮內膜癌的 有乳癌的 其實你看好幾項癌症裡面 大部分都是跟 還有一些環境的因素 像胰臟癌剛才 錢醫師講得很好 就是說其實它很恐怖 它是躲在我們腹腔的後邊那裡 就是症狀出來 很難切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注意 這飲食 人家以前說的 病重口入 真的癌症也是重口入 所以這一點是讓我們要喝 迷智檢惕的 對 你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可以決定你的健康走向 癌症不只是遺傳性 更是一種生活習慣 等後天的不良習慣 可能會影響你健康 是否會不會厲害 好好照顧自己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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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